他来了 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小强 北京时间12月8日 哈登罢训的闹剧已经成为了美国媒体自己关注的焦点 没想到在火箭其他所有人都出现在训练营里的时候 大胡子本人一直拒绝露面 而现在关于哈登的最新消息再次传来 哈登很可能将会缺席对阵公牛的前两场季前赛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罢训了 已经闹到了罢赛的级别 而且带来这个消息的就是公牛队的权威 跟队记者K.C.Johnson 如果光是缺席训练就算了 现在你连比赛都不参加了 也不跟球队在一起 甚至都没有人知道哈登到底是什么情况 主教练不知道他的人在哪 这就是非常尴尬的局面 如果说之前他缺席了全队训练 去开派队撒钱 带着一车女郎 狂欢还可以解释 毕竟这只是训练而已 而且他是为了给有人过生日 而新在季的训练营 每个球队的超级巨星并不是非要参加 不是每个人都像詹姆斯和莱昂纳德一样 一定要全程跟随球队的 可问题是 如果你连继前赛都不打 那就过分了 而哈登的罢训现在就已经上升到了这一步 或许火箭应该对他采取一些措施了 联盟里的其他球队的三至四个工作人员 现在也已经被传出 正在向联盟要求 让他们介入火箭和哈登之间的冲突 并且迅速解决这件事儿 他们不想让自己球队的超级巨星也去学哈登 一个不如意就通过逼宫罢训 甚至罢赛的方式离队 还要去自己想去的球队 毕竟哈登 可是有着火箭队 三年1.3亿的工资 4000万以上的年薪 就干出这种事来 那以后谁的超级巨星 不顺心 想走时 都可以这么做了 甚至都不用考虑合同还有多久 这太不职业了 主教练塞拉斯看起来 也正在逐渐地失去耐心 他也说自己 不知道哈登的任何情况 哥登缺席训练 有他自己的理由 但是他想跟谁说出具体的缺席原因呢 那是他自己的事 跟球队无关 哈登的情况 在当今联盟都是非常罕见的 如果他从罢训升级到罢赛 那么说白了 他就是在努力地降低自己的交易价值 让他更容易走人 再这么闹下去 所有人都明白 他将离开火箭了 更不会给这支球队开出高架了 到时候 等他价值下降 像篮网这种队伍 不就有机会了吗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